這裏是香港電台 新篇嶺南掌故《大三巴牌坊》第三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楊普希》編劇 劇中人 由李學斌飾演王慶康 楊麗鮮飾演阿蘭 丁欣飾演王武 盧韻賢飾演吳金猜 王浩宜飾演崔比德 王志輝飾演總管 新篇嶺南掌故《大三巴牌坊》第三回 現在開始 崔神父 其實呢 就不關我和康哥的事 是我奶奶不喜歡 我奶奶是拜神的 怎料她最近又病了 她說菩薩不喜歡 我明白了 不要這麼傻 我和康哥都不相信 我和康哥都不相信 但是我奶奶是要這樣做 有什麼法子呢 那阿康還沒找到工做 沒有 你以為很容易找到工做嗎 那叫她回來我們教堂的地盤做 阿康是師父來 工頭都讚她好東西 她會開墨線 會看方向 又看出地上哪裏有龍口避過的水 有她在幫忙 我們工夫好做很多 不行 神父 她答應了奶奶不去做 這樣嗎 是呀 這樣吧 康嫂 不告訴你奶奶 讓康靜靜來做 滿著我奶奶 是呀 是呀 你這個男人要賺錢 工頭說 加多些工資給她 嗯 這樣啊 那好吧 神父 我告訴康哥知道 康嫂 你不說 你奶奶就不知道 我儘管跟康哥說一下 看看她怎麼樣 神父 真是謝謝你關照我們 其實我們真的很窮 等著錢來吃米 康嫂 聽我說了 我先走了 好 謝謝你 好想下我神父 好 馬可神父 又有大炮聲了 是不是又有海賊來的 那些不是海賊 是日本人 哦 又有日本人來嗎 是 中國人叫那些日本人為倭口 那不就是蟻仔大賊的意思 是呀 是呀 馬可神父 那他們到底是不是賊 唉 這樣就很難說的 如果從頭說起呢 那件事就好像一個故事那麼長的了 哦 十幾年前啊 就是一千五百三十幾年那時候啊 嗯 那些日本人就開始坐船去中國做生意了 啊 把那些日本貨物賣給中國商人 那他們的船多數怕在浙江的啊 嗯 那些浙江人做生意很鬼馬的 哦 要了日本人的貨呢 又不找數啊 那麼啊 那麼啊 找些些些 越積就越多了 哦 那欠太多那一隻就老了 那些日本人又沒辦法追得到那些貨款的了嘛 啊 為什麼做生意做成這樣啊 嘿嘿嘿 啊 來 到了最近這幾年啊 日本人就忍無可忍啊 就用武力上岸追仔 那浙江的那些中國人呢 就說那些日本人是強搶 那結果就打起來了 馬可神父啊 嗯 那到底是誰不對呢 最初就是浙江人不對 後來日本人學到搶了 又搶又殺 那就變了日本人不對了 哦 那你們澳門街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算不算是倭寇呢 不是 他們是我們天主教徒來的 哦 天主教徒 嗯 為什麼啊 現在1600年啊 是日本的大神封神秀吉時代啊 哦 封神秀吉要殺教徒啊 是不是呢 是啊 封神秀吉要趕天主教徒出海 那些教徒就坐船離開日本 哦 又順便來中國做生意 賣些貨物啊 現在明朝有個大將軍 叫做戚繼光的 那個人啊 好打得的啊 出了名打日本倭寇的了 哦 那很多教徒都怕了 於是就走遠一點了 那些船就開到來澳門街了 哦 是了嗎 我神父啊 那為什麼又開炮呢 哦 那些西洋水兵 見到有船禮 當然要開些火炮來嚇嚇人了 嗯 然後才派人上船查一下 看看他們是不是海盜啊 哦 啊 又開炮了 嘿嘿 不要緊的 笑幾坦大棒沒事的 那些教徒都是好人 有很多貨物帶來賣的 那些又是教徒 我們要幫助他們的 知道嗎 原來那些日本人是這樣來澳門街的 嗯 嗯 表嫂 啊 別說我說你了 你也好心不要去這些地方了 難怪你沒有兒子生了 表姑娘 為什麼你這麼說啊 你去這些地方 菩薩不喜歡的 表嫂 好 你是不是想入教啊 不是啊 哼 你也不用不認了 有人見過你跟神父說話 哦 我來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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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教怎麼會認識到個神父呢 呃 他問我 為什麼康哥不去做工了 哼 一認識了個神父 就魂魄都沒有了 什麼都聽了她說 表姑娘 沒有這樣的事啊 你不要這麼說啊 我表哥王家三代單泉 母子不行的 表嫂 嗯 你也是好好地去拜神啊 是 我一定會去拜神的 我又去拜宋子觀音 又做多些好事 講少些閒話 將來一定有子女的 哼 你這樣說 就是說我講很多閒話的 不是啊 表姑娘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不要誤會啊 好了 我也不妨礙你了 你的飯已經冷了 好了 那麼有空請來坐下了 我走 喂喂 表嫂 你走錯路了 送飯去教堂 就應該走這邊的 好了 不是啊 我都說不是送飯去教堂 我走那邊就對了 是這樣的 那就餓死表哥了 他想餓死我兒子這麼大膽 姨媽 那表嫂又沒有這麼大膽 不過他不承認表哥在教堂做工 你只是看好幾乎 你走到其他地方 你走到其他地方 等我走過去之後 他不就一樣送飯到教堂 哼 不行 我要馬上去教堂叫阿康回來 哎呀呀 姨媽 你千萬別這樣做 現在這麼多人在這裡開工 你叫他出來就不對 唉 猜不到我兒子會這樣騙我 她已經答應了 說不去教堂做工了 那她告訴你去哪裡 又說去私打口做衙門 又說去媽國砌磚屋 總之是騙我的 金猜 她真的在教堂打仗嗎 我親眼看到的 難道我是來講是非嗎 我遇到表嫂的時候 已經看到表哥在地盤了 走出來就看到她送飯 她還想不回應 那你也不罵她 姨媽 我畢竟是她表妹 我又不是長雞婆 怎會罵她 其實我怕她難過 也不想拆穿她 你真是好 金猜 誰娶到你做媳婦 也不知多好 後來我還勸她拜神球仔 不過我看阿蘭 表嫂的身子這麼單薄 怎麼生兒子 不過如果她神心一點 不去教堂 菩薩也會保佑她 那真是氣死我了 阿匡有牌子才下班 不行 我要鎖住她 明天不准她去 姨媽 表哥這份人實在好聽你說話 還說聽話 明明騙我了 表哥沒有騙你 不過是表嫂教她 唉 娶著個這樣的殘雞婆 真是十世不修 雞也有蛋生 她很大膽 你說怎麼算好呢 金猜 這樣啊 我認為你管表哥也是沒用的 不如搞定表嫂先 嗯 她一天在這 一天都不會聽你說話的 嗯 是呀 不過 姨媽 你是不是怕表嫂的外家呢 其實用什麼怕呢 她沒有兒子生嘛 她不兇得出樣子的 啊 又是呀 沒有兒子生 兇不出樣子的 那我趕了個媳婦 說要為皇家的後代著想 她也沒有我福的 姨媽 這麼大件事 我也是不要家口了 我走了 如果遇到別人 別人會罵我說是非的 用什麼怕呢 萬大有我 我也是以後才來過了 姨媽 不過做老人家呢 就要顧著繼後香燈 這樣才對得住祖宗的 阿匡 你回來了嗎 是呀媽媽 我回來了 你精神好一點吧 好什麼呀 我就死了 不要說這些話了 誰止說一下 你們不害死我就不會罷手的 你現在這麼精神 我問你呀 你從哪裡收工回來 當然是金猜說 金猜無論說什麼話 她都是想我好的 但是我的媳婦呢 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想害死我的 阿蘭哪有這麼大膽啊 沒有這麼大膽 叫了你不要去教堂做工害我的啦 但是她一定要你去做 是要害死我為止 你的病都漸漸好了 誰說 我的病還沒好過呀 有她在那裡 我一定會死的 你只要這麼說 我都沒有法子的 如果你肯為我著想 就有法子的 媽媽 我什麼時候都為你著想的 嗯 如果你這麼孝心的 那以後就不要讓我見到阿蘭 不見她 是 我沒有這麼害人的媳婦啊 你強行說她害你 又是不公道的 還說不是 想害我病死啦 又害到我們皇家沒有後代啦 還說不是害我 又哪件事 大得過害到家婆病死 大得過害到皇家斷絕香燈啊 那你只是想趕扯媳婦啊 是啊 我不想在這間屋裡見到她 是 這樣啦媽媽 今次我發誓 真真正正不去做教堂的工作了 我餓死也不去做 那好沒有啊 哦 又用餓死來欺騙我了是嗎 這麼多年來沒有去過教堂做工 那你又沒有餓死過啊 媽媽 你給我一個寬限吧 這些事都是我不對的 不要賴死在阿蘭裡了 我知道你一定想保住她的 好的 那我收拾包袱出去外面吃了 我走了 媽媽 你不要這樣啦 你怎麼走得呢 你走不如我走了 哦 還想扔下我 嚇我 想不養老母是不是啊 我 我不斷顺口说一句 总之你说阿兰教我去做教堂份工 那就赶他出门 太过了一点 你都给个欢限 如果他再这样 那才赶他走 总之我命苦了 我要靠你养命 你现在怎么租资我 我都没法了 你别这么生气 先休息一下 我倒杯茶过你 等你把火下了一点再说都没迟 没了没了 我没了个儿子了 没人听我话了 我去倒杯茶给你喝了 明天才说 汤哥 既然奶奶是立心要赶我走 那我就走 别这么傻 没理由的 这么赶你走不行 最多我以后不去做教堂份工 你做不做教堂那份工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都是想借个方法来赶我走的 汤哥 如果我走了 那就算你再去教堂做工 奶奶也不会阻止你 他口口声声不让我去 都说自己要拜神 哪里是 其实他有两个原因 要赶我车 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没有儿子生 第二个原因 是他喜欢表姑娘 金猜是吗 如果我喜欢她的 早就娶了她 我一直都不喜欢她 但是奶奶喜欢她 金猜说是非 说到姨妈心远 阿兰 你不用怕 明天我再跟妈妈说 如果说她不行 我找亲戚帮阿口 你不用怕的 那么轻易 可以赶个媳妇走的 汤哥 你不要为了我 搞这么多事 奶奶一定不放过我的 不怕 她都是一时火气 那我这几天 都不出街找东西做 那就知道我不去教堂做工 你跟我去见阿公头 我们叫她总管 你告诉她 我以后真的不去做了 叫她请我第二位师傅 其实那一树人工这么高 有长远有得做 就是你做几年都没做得远 第二树的工哪里有这么好 在第二树做工 又没那么长久 又没那么多工钱 妈妈不喜欢就没办法 你一须对总管说 我都决心不做 她没理由赶你走 总之是我的生命不好 是呢 我自己有分寿的了 你以为我又不辛苦吗 谁在外面呢 是谁呢 不知道 有一个人影 你先睡一会儿 不怕的 没事的 你休息一下 我 妈妈 我现在知道清楚了 原来表嫂和教堂被盘的工头 有很多路数 什么 你说我的媳妇和工头有路数 他们搞成什么 我就不知道 不过不怪表哥的工钱这么高 原来有表嫂的男朋友有关照 金猜 你不要乱说 我不是乱说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未天光 就把你出门口说这些话 因为我知道她天微光 就去工头家里找那个工头 是吗 不过 家嫂好像未出门口 表嫂一会儿就出去 你怎么知道 鸡春这么密 都不出仔 这些东西 迟早肯有人知道 那个工头 就住在青草围那间石屋 你可以跟着去看看 天又未曾光 没有人见到你的 真的有这样的事 是的 现在说这么多都无谓了 我先走了 你在这儿盯着她 難道你真是这么大胆 好 让我盯着她才行 总管大爷 天微光来叫醒你 真是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 匡嫂 你一定有事才叫醒我 我都差不多要起床去开工 是的 有什么事这么急 是这样的 因为我康哥 他不能来得上班 嗯 他说要在未开工之前 告诉你 让你够时间 请个替工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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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一家 新天嶺南掌湖 《大三巴牌坊》第三回 是由何楚雲天道 楊普希天劇 现在经已播放月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